2024年端午节 那这几天过完之后 那北半球特别是我们长江黄河流域的真正的夏天就来了 这么重要的节日 我们当然还是要约束一下我们的官僚体系 拿出我们50年的茅台 这个近一下这2000多年了 咱们是单一脉络 社会太单纯太简单了 我们要构建一个成体系的一个国家 有我们汉族中华民族主导这么一个国家 甚至是这个秩序 这个难度很大 需要不懈的努力 好 合一个 那这个片段我们说一下简中华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了 包括这段时间TikTok 当然TikTok大家可能了解已经很多了 而且大家立场可能非常的坚定 这就比较敏感 我就不说那么多 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 导致想从方冰心 这防火墙之父 特别特别是从如伪这个人的角度 去聊一下 中国网信办的这个主任 上一届的主任 那现在2018年之后 换成Mr. 席他的福建帮 他的原来福建的手下在接任 那我们就从这里说起 这个防火长城的这个寿命 可能不是那么长 现在全球利益争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你的生活环境太杀化 或者说太危险的时候 你会想要收集更多的信息 所以信息穿透的能力会非常的强 那么这随着世界紧张局势不断的加剧 那么我们说这个网络的力量将会不断的膨胀 像我们看到很多汽车 这个老板去找什么各种动物说车的人 对吧 以前觉得高高在上 现在你不得不浮出水面 以后还会有更多层体系派别的这种力量 我们说过巨饿是不可能 你藏在底下你就被别人吃掉 你都连一身水面上连一丝波纹都没有 那是非常可怕的 那那么海量的利益 别人把协议撕毁 那种几万亿数十万亿的这种财富就扭转了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这种世界形式 所以我们说回来 赶紧说回来 这个简中网的这个说法是这几年才有的 这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有这个互联网长城 GFW 这就说到他的技术构建者是方斌兴先生 他现在应该年纪很大了 60多岁了吧 那他在96年97年的时候 就是大约那个时间点就差不多是第一波 这个进入这方面工作研究 然后获得有这个大量建树 这个真正刚开始从最简单的 就是对于网站固定地址的这个封锁 然后慢慢的这个技术不断演进的 这么一个被称为教父级别 在技术领域的教父级别 我们要区分开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后面其实真正的权势 不如我们说的这个卢尾 这个人高 那么他的政治立场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我这段时间的一个分析的结果 那么他应该是偏向于北院方向的 就是说互联网长城我个人也觉得不是很好 阻碍了信息的流通很多方面 但在那个建立的初期到底是谁干的 是资本还是权利 那么我个人觉得出发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权利可能占主导的地位 但是这个问题就有点像双面间谍一样 就是属于大家一成一在 你攻一成我攻一在 实际上是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所以中国现在很多种种社会问题 你不能完全归咎于权利体系 也不能归咎于西方资本 那当然权利体系 你可以说红老代 西方资本还有更细的这个派别 那这里面是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比如我们说 卢尾这个人 他应该就是南院管的 那我们先把方斌兴先生交代清楚 他的背景很简单 是来自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而哈尔滨工大 他长时间在这个学校学习 做教授老师 然后做研究 一路在互联网方向上 从八年代开始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一下实际上顶尖的 北清复交 跟这个西方的关系是蛮好的 对吧 那么哈尔滨工大 他这些年其实受到器重度 是有点越高 这些年我们叫国防妻子 那在以前的时候 实际上地位就不低 那么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这应该是北院在造 就是他是负责 支扔这个国家框架的 有些地方南院 他可能不好篮子 这个切入不进来 或者说可能也不屑吧 或者说他已经有三头了 对吧 北京复交这么多名牌大学 98211到处都是 那么偏拘异于的 这么哈尔滨工大 那么就在自己的这里搞研究 那么这里我们就交代完了 他大致在11年谷歌退出的时候 他有帮解释一下 为什么当然帮自己的这个作品说话 就说这个谷歌为什么退出 他大致说了一个寒蝉效应 他大致意思是说 实际上你们谷歌也有这么做 他当时说了一个单词叫heater 我发音也不是很准确 这个就是说他检索这个词 但是这个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他大致就是说大家彼此彼此 有这么点意思 那么这个方向我们就说完了 那么他的话 我也不说正面 也不说负面 他可能应该是偏 倾向于纯技术光疗方向 可能性多一些 所以重点焦点 就是我们说这个鲁尾 他已经被抓了 2016年的时候卸任 这个网信办主任 但是呢 他的中宣部副部长 这个副部级的这个地位没有退 但是17年的时候 就被宣布宣告是 涉嫌这个违法 危机违法 18年的二月份双开 那在这个过程 习家军就接管了 网信办主任 这个位置很高 网信办主任相当于是 中宣部 应该是二把手 三把手之类 因为互联网地位 大家都知道 你跟中央电台 跟其他的很多地方比起来 那当然就是网络是主要阵地 那在十几年前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位卢 卢伟先生 他是怎么成长的呢 主要是在广西这个方向 在这边成长 刚开始是一名记者 这个非常勤奋 我看他的数据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好好学习一下 他有一年 起来那年吧 是91年 他一年能写500多篇的这个报道 真是牛 一年一篇 一天要一篇多 这平均下来 那你有家室或者是要出差什么东西 因为想休息什么东西 这一除掉 休息估计是没有了 你不可看力的除一下 你一天起码都写两三篇 真是勤奋 然后马上就起来了 那么起来的时候 空难报到一下 然后就被中央领导 就很年轻的时候就受到散失 那么重点 我觉得是掉入北京之后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偏向于南院的人 两个节点 那说到这两个节点 我这些消息都是BBC和维基百科来的 然后加一些我之前分析框架的一些创想 然后也有花边的消息了 我说一个最大的 先说了 就是大家要把它当着玩笑 听 就他据传言是参与了叫人鲁宴 我也不知道是人鲁宴是什么 是不是说那种 还在生产阶段的这种 反正就是就像三方迹象一样 这种 所以我们说要尽一辈 光疗体系 该约束的还是要约束 不能任期 听之认之 否则的话 明朝末年这种悲剧 就会重演 国破家王 各位 国破家王 就黑龙江有说他是 因为都要站位 一拉下一个高官 就是大家要表态 黑龙江网信方向 舆论方向的主管部门就说 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 大致就是这样 就是政治什么 就是说他似乎 我个人的猜测就是 跟西方联系了 这方面的小局就被抓到了 官方是怎么说的 根据BBC的报道 这是我查的当年的说法 是阳凤英伟 欺骗中央 目无规矩 置意妄为 妄议中央 野心膨胀 攻气使用 不择手段 为个人造势 品行恶劣 匿名诬告他人 拉帮结派 大搞特权 装横跋扈 以权谋私 收钱敛财 以权谋私 毫无廉耻 19大守护 2018年2月13号 靴子落地 那么这是其中一个方向 大家看到了这里面 妄议中央这个词 其实就有 包括欺骗中央 这个就有一点意思 什么呢 就是你欺骗我北院 北院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如果你要把正部级 我的理解 我个人的理解 你要把正部级以上的官员 拉下来 你必须要北院参与 你不大可能把一个 副部正部的这种官员 听紧你国务院自己办 但是你要到北院的 这个级别的话 一定是常委 一定要开会 甚至政治局开会 甚至可能是 要扩大会议 或者是这个 中央委员可能要私底下 很多地方要初步 先沟通一下 通报一下 然后慢慢的缩小 可能要看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我这个 初步听闯师 的一个政治理解 那么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当年可能 措辞肯定是不可能 那么强的 我们看Mist 习到他这个习惯 包括北院的习惯 应该不会 不是那种撕破脸的 那种节奏 而且2018年 他就下来了 是2016年爆发的事情 我们看到2016年 中美虽然说 有南海的 军事对峙的这种 包括说 18年有脱钩 但是还不是到 现在这个时候 时间好快 2018年 这都6年过去了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我觉得他是偏南院的人 那么他从新华社上来 我最再说 他新华社副社长 包括说 到中宣部的副部长 这个方向 这都是国务院方向 新华社是国务院的 我们说的 人民日报是北院 新华社是南院 这是起义 其二是我们前面说的 New Balance 牛逼总理 温先生 温家宝总理 那么他 我之前说过一次这个问题 就是他去 是有一次视察的时候 我当年认识了 这个New Balance 这个美国品牌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 这叫创业 这是主打创业的 一个运动品牌 这个了不起 这个务实的这种包装 事实上应该是出自 芦苇的手臂 就他在04年的时候 他也没有这么高阶的位置 一步一步走嘛 那么他在报道 这个温家宝先生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根据 维基百科 这是维基百科的 除了这个人鲁燕之外 其他都是维基百科的消息 那么他原话怎么说呢 04年升了新华社副市长之后 组织了一个专人的团队 专人团队 改变了中共严肃报道 呆板的做法 在报道中大胆刻画了 温家宝总理 个人的思想 鲜明的个性 该团队的作品 包括了指出温家宝出身评鉴 与中国网民交流 唐吉脑艺学母亲 夏矿井与矿工一起啃馒头 邀请农民工到中南海会见 探视艾滋村孤儿 独师仰望星空 引经据典掉书带 替无处的农民工讨薪等等 深情 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就是我们温先生 据传言 也是唯一的消息 当年他母亲的账务上说 有一亿多还是两亿多的母亲的现金 当然不知道美金好像是 不知道后面是怎么说的 他跟中南海的常委们怎么交代的 但是他这里说的是脑疫学母亲 这是另外一个 也是危机的 这也是脑疫学 另外一个是两亿的母亲 那么这些的 也咱们说危机的消息 听一听 也不一定正确 可能有的时候 这个正确率90%多 对吧 但是可能就是漏网的百分之零点几 咱们也不能这个议策 把这些问题交给历史去说 然后他这个2013年升光了 到14年就升了网星 那时候习刚刚执政 应该说顾不上那么多 那常委好多人都跟他都不打嘎的 那都是 以其先生的绝不主动出击的 这么一个比较滞后的 一个特别夯实基础 直到扎根 不断扎根 这根本来不及 我还记得他 好像跟那个周小平 是有一些关系的 就是蛮好 一直护着他 周小平的这个水平 估计蛮差 这位网友批的不行 然后这个 卢伟应该是扳了他的 那么周小平好像跟习还握手 所以习很多时候应该说 他见面很多是安排 应该说他根本就没办法控制 但是他 大概知道什么情况之后 被逮着机会了 那习应该会出重手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常态西 一眼替西 哀名声之多奸 对吧 这是我们 屈原写的 那现在的话 我们这个中国的 包括美国的 对吧 我们同情一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中下层 对吧 就是很多地区爆发战争 很多瘟疫没解决 饥饿还困扰 根据WHO的数据 还有8亿多 前两年疫情的时候 平常以前有6亿多 这些的话都是很可怕的 营养不良 死亡的儿童就过百万级别 所以我们说 爱名声之多奸 这个我们都没什么本事 只能这个笑一下 这个就只能继续聊天 好那这是其中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方向 咱们不能说 他这个拍了温 温先生的马屁 就一定是坏人 新华社 这是媒体部门 但是非常吊诡的是什么 大家注意 在104年到11年3月的时候 前面我们看这里 16的东西 信息 从副社长一直到 经济信息编辑部主任 这跟经济就有点关系了 然后再接下来 就跟金融有关系了 金融信息交易所理事长 然后再来 中国金融信息大厦 有限公司董事长 然后再来 金融信息交易所所长 金融信息有限公司 兼总经理 然后 这个06年 在09年 在这个学习 然后在08年到11年的时候 在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学院工商管理 这个工商工商学位 那大家记不记得 我前面这么多篇视频 有一个消息 有一个说法 就是军事的 我们说已经是很 去年的问题 对吧 火箭军 那么金融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 肯定是更内傻 所以说基本上面 你只要进入这里 一呆呆了这么多年 而且是从经济信息 一直到金融 金融金融 对吧 那么多部门里面打撞 这样子 这么长时间 那么 那么他这个问题 加上跟温先生一联系 跟国务院一联系 跟最后被拉下来的时候 被安上政治立场 这些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觉得 他应该是在自己 特别是职业生涯的高官时刻 就是在网信办主任之后 做了很多 可能像双面间谍一样的事情 就有点像情感这个样子 这是我做的这么一个猜测 那就说 说什么 我绕这么一大圈 我们说回来 这个人都已经下来好多年了 真正生命已经结束了 被判了14年 就相比当年 他落马落的早 要是这两年的话 是把事业做得更大了 对吧 咱们不说拿钱吧 拿钱不钱的东西 钱嘛 是不是 钱是王八蛋 对吧 谈钱多商感情 对吧 事业做大了 那么现在他下来 可能就是无期了 对吧 对甚至是死刑都有可能 这个14年 现在都6年过去了 捡一捡刑 现在可能差不多都在养老 挺好的 钱可能都保住了 甚至是 所以我们说 其实中美合作的这个阶段 这个叫大哥的这个阶段 这基本上面 可能这也就是默论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掰扯一下 什么是捡中王 那这位卢尾大神 在博弈局 他跟方舟子吵 跟这个一上台的时候 做王金帮主任的时候 就拉下一波大威 薛满子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说他嫖娼了 一次找了俩女的 对吧 这个不是小道消息 这是中央电视台 他面对全国的观众 说他嫖娼了 对吧 道歉 承认错误 就这个事情其实做得很难看 因为当时网络说 你怎么是搞得跟文革一样 对吧 因为你这让全国人民 你这游街 你这是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做得不好看 就是手腕特别 就是对吧 暴力 你这样子的话 在自己周围同事 你倒是立位了 对吧 你这让国家的 这个很多方面是倒退的 让我们人类的这个很多方面 是吧 这个很多方面是 反正不好看 这是肯定的 还有问题 可能北院有要求 就是说你这个舆论环境 要干净一点 不要吵吵烂烂的 但是也没让你说一把 把所有问题全部干掉 所以我们中国很多工作 为什么是一刀切的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一刀切 因为你北院要管 你南院也要管 你资本要管 你权力要管 你北院要吃 要喝茅台 南院要喝 南院喝吊毛蛋 吊毛酒 也是茅台正常的 那款名酒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很多工作没办法 干脆就一刀全部封掉 所以咱们就算以好的这种方式来想的话 那么也是一刀切 所以说其实反我 就国内的舆论环境实际上是杀话的 就是他一刀切之后 你就说 我个人觉得好像我乍一看 我不知道方老子这两年 我也没仔细研究这个人 他是怎么样 反正当年说那个话的时候 好像方老子也没说错 就是他批那个周小平 对吧 你周小平你说骂美国可以 你像我有时候也会批老美对吧 这个做的不好的地方 但是的话也要实事求是 我整体是 除非是我信息收集不到位 但是我基本上我绝不瞎说 对吧 不是我故意就会骂美国 美国做的好的地方 我说美国不好 没有 中英文世界我都不会这么说 周小平是这么说的 你这个就是太夸张了 对吧 然后方老子就批他 然后方老子就被干掉 全往疯 就是像这种杀话的这种事情 卢先生应该做的蛮多 按理说这么大的副部级 这个号称网络沙皇 沙皇 这个 两面通吃 这个资本权力都拿下 对吧 都很有地位 为什么就 不能再改变这个环境 这就是我们说的 世界局势不变 没有人可以改变 没有人可以改变 包括习先生 包括整个北渊 改不了 变不了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说世界形势 才是真正的主宰 没有人是主宰 那么我为什么这么判断 我聊到这里 我不是以前一点都不懂 为什么以前一句 很少说 不往这方面去挖 因为很多东西的话 你就说了也没什么意义 对吧 那现在的话局面就不一样 南院北院各自的低级 都划得比较清楚 这里我们就要引进一家 这个tiktok这个公司 就是直接跳动 那么他事实上 在这个整个融资过程 天使轮应该还是人民币 那之后当然就少不了美元 在十几年前 现在都不容易 比如说十几年前就更是 当然是美元主导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 这个当然还是开慢注册 这个各种标准操作 但是他不是腾讯 不是阿里 也不是百度 注资 百度当年还很强 那么他就在2014年的时候 党委就入住了 党委是什么意思 党委是市委书记 就这个委 这是归北院管 这是一条脉路 国务院方向 就我的理解来说的话 市长方向 这些的话 包括企业方向 企业你自己独立自主 上市什么东西 这些就是叫资本 所以之前阿里 有党委要入住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 这个要文革了 什么东西 其实现在我们回想起来 就我自己个人的理解 其实我当时理解 也没有那么负面 这是不太好说 现在我们理解 很好理解 你阿里是在美国上市 你这个美国股东 很多各方面是这样 开慢注册 那么这些东西 OK 都是资本说了算 但是的话 我北院要平衡你 就是你有屌毛盒 我有茅台盒 不能说你一家盒 那是中国的地头 咱们一起喝 来干一杯 挨铭身之多尖 五十年茅台 喝嘛 那么在意干什么 所以我们说 智杰 他中国的股份还高一些 但是说到TikTok 他是Musical LY的 DotLY 收购来的 十亿美元 记得当年是 然后TikTok运营得很好 那么在股权改造之后 现在最新的披露是 字节跳动 改字为抖音了 对吧 他后面好像 现在是注册 是不是说已经搞到 他变更过一次 到厦门 厦门一家小公司 刚成立的 这是98%的股份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 剥离这个 开慢了这个事情 那么 就是TikTok 事实上 他的股权结构 跟字节跳动是不一样 那么这个TikTok 他的股份 更多是倾向于西方 就字节只有20%的股份 对吧 20% 然后的话 我们看到 还有20%是 这个 包括美国在内的 7000个工作人员 就他的这个员工持股 还剩下了60% 是西方的一种基金 比如说 Salt Bank 这些 还有什么 像什么 那几家标准的了 是吧 这叫 贝莱德 这些 这一六的 这是西方的 那么 这 也就是说 其实从TikTok上面来说 美国要买的话 应该说 中国没有太多的股份了 你本身 你母公司 加上 这里很多的 因为这个的主要运营地点 是在海外 对吧 当然很多员工 可能是在国内 也有相当的比例 但肯定跟抖音 跟这些跳动 镜头的这些 肯定是不一样 海外的比例肯定高 员工高 那么西方资本 占这么大的情况下 为什么买不了 这就说到 事实上 北院在这个媒体方面 这个能量 跟布局 事实上是一直在做 所以两套体系 其实一起运行的时间 是非常之长的 斗争也是非常之激烈的 只不过说 现在我们人类 面临抉择的时候 这很多地方 才慢慢的出来 我们继续回到 简中这个问题上来 简中网 当然就是源自于 GFW Great Firewall 防火长城 这个防火长城 相当于是一张桌子 这是资本与权利 共同构建的 那么大家不会轻易 先桌子 把这个桌子敲碎 就哪怕美国 有一些能力 你就是你干了之后 问题是别人可能顺势而为 你花了一百分的精力一做 别人可能得了 你预计可以收获两百分的 这个果实 对吧 结果呢 你觉得你一百分可以拿两百分 事实上 对手家 他可能拿走了 这个一百多 你相信你投入一百 你还没拿回这个成本价 所以说中美 其实不轻易先桌子 就是这个 GFW事实上 已经烂很多的地方 比如说 资本肯定也有顺势 做很多事情 做很多事情 布局很多 比如说像 如伟这样 那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杀话问题 没有进一步说 那很多 中国是可以 把信息透明化 提升商业 包括这个司法的 这个透明度的 商业跟司法 一定要透明 这国家进步就快 包括说你这个 舆论监督 哪怕是党的 这个公开的 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 约束一下 对吧 也是正常的 但是的话 你既然这么做 房屋厂建了 那么资本 他就会想办法 你 我就拒绝你的成长 我限制你的成长 就像科技一样 科技是科技方向 这个方面是文化方向上 这方面 我也可以限制你的成长 既然你这么做了 我就把这个臭帽子 都丢给你戴 然后我再退一步 对吧 那么让你更难看 名声更难听 好 我们说回这个tiktok 我这又跑梯了 想说一下 捡中网是怎么回事 这就说到 虽然说 有很多人 跟我 有问我说 回忆尽啥情况 这 包括说 这 有个叫刘小飞 我这 国内 这两年待了 我看有很多的视频 看多了之后 我就发现 这确实啊 刘小飞好像是 这里也有发个视频 但是好像流量不高 他就改了名字 换其他的主播在做 好像是 反正就是这些事情 我就不想再聊了 因为之前 骂了 Stone他们几个 我就说 说了一下他们 我后来想一下 我就不搞这些事情了 别人说 我蹭流量 我1000就1000 2000就2000 3000就3000 对吧 就够了 而且咱们的视野 一定立足10亿人 这个生存情况 但是我不取标题 我这里还是要说一下 因为需要 就回忆尽啥 他这种是听急的 我个人觉得 这个 就是这个体系 静音时间长了 基本上面横跳 基本上是必然的 这没有那么绝对的干净 要生存也是得这么处 这 另外的话 有一些就是非常明显 像刘小飞这些 这些 当然这个是以前 或者说就是支持到 到目前2024年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既然抖音 TikTok这些 他能够在这么 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西方资本 这个 下面的公司 都能够 不轻易被美国买走 我们就可以看到 真的 就是中国整体的 这个实力是在这里 包括北院 他的这个 很多方面的布局 很多收益 甚至不是来自于布局 而是就是 西方那些吃不了这么多 所以我们说 简中刚刚一个说的 就是桌子不能轻鲜 这个就是防火长城 但是呢 这个因为战争的形势 世界局势恶化 安全性是恶化的非常的快 最后因为生存的压力 大家会 会击穿这个桌子 他会慢慢的 就慢慢的变得透明 我在最近 我油管上了多了一点 之后 我才看到 有很多的这个 评论区是纯英文的 我这个英文水平 这个复杂点的这个词汇 就就搞不懂了 就更不用说 什么韩语 铝什么 看不懂字形的 什么俄语啊 这些是吧 这都不知道哪来的 只能是依靠翻译 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市场这个信息的 打通速度 速度极快啊 极快 所以 我们前两年 讨论的这个架构 就是 人类思想大解放 这个架构 我觉得这个进程还是在的 简中这个 包括整个防火长程 这个方向 消龙的速度 也是要更快的 既然都聊到这里 这么说这么多了 我们再补充 说透一些 刚才说的这些 其实是软件方向 防火墙嘛 这是软件上面阻止 但其实中国的 这个互联网硬件方面 还有较大的差距 像这个高端的芯片 这些有一些差距 还有一些 比如 底层的软件 像鸿蒙系统 这好像是年底说要开 要纯雪鸿蒙 那这也还有需要积累的 包括像数据库啊 这些 那这可能还有几年的时间 要慢慢的去成长 那么从防火墙 本身的 拆掉之后 这个准备 一旦拆掉之后 不仅仅是舆论环境上面 更是中美之间的 互联网大战 这互联网大战 你如果说 你都不能把握自己网络 比如说基本的稳定性 可靠性 连续性 你都不能保证 这些一会儿断网 一会儿的 美国如果把网线 你都不是说网络安全的问题了 你的金融安全 人家扫码支付 你都搞不了 那你还搞什么 那最后的话 日子都过不下去 你觉得这个美国不就 轻而易举就赢了吗 对吧 那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 防火墙 确实从这个方面角度讲 硬件上面都还要等几年 但是这种 透成size 现在局面 其实已经出现了 中英文世界 相互之间的这种渗透 其实是 你稍微想点办法 你想了解一下 都已经是比较轻而易举了 我们说个上期的话 像这几年 我们聊了很多话题 这个我们回过头来看 很多猜测 不仅是我个人的 很多大多数人 油管的也好 减重的也是这么说 都是错的 你其实你看不到 很多真正的 这个最核心的信息 甚至你看到公开报道 还不如这个小道消息 跟评论区的这个留言多 因为很多东西 拿不上台面书 你比如说像冷奶液 你没有视频 你怎么说 是不是对的 这种事情 它公开媒体 它不会报道的 对吧 大媒体 它即使是做实了 它不会拿出来说的 其实这里 就从中国自己网络建设 特别是系统 包括芯片半导体 这方面聊 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也是非常精彩的 我们看到 这个英伟达的芯片 它长成这个样子 三万亿美元了 这是微卵跟苹果 这是变成第一梯队了 这局势 这不一样 中国的成长也速度极快 那么两三年之后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这些都是同时在演进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世界的变化 它不是一个来自一个方向的 是所有方面的共同作用力 所以我们最后祝全球人民 这个端午节快乐 不行 还是全国人民吧 全球人民这个错误 那就要全球人民来改正 这就是这个影像 如果是全球人民都看 语言不成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信息就极快交流 你说错了 端午节是你们中国的 我们不愿意接受中国的统治 那么很多人就会这么说 对吧 那这个就是 所有的议题都要说 那大家讨论 那中国统治有没有好处 那很多人说 那不行 中国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那就不能不接受中国统治 中国是太粗暴了 太残暴了 还是说没资格 还是说官僚体系太严重 你们茅台不好喝 要说出原因 那么我们说 是这样 那我们先不搞 或者是怎么搞 这个东西都要商量 就来 然后我们就避免冲突 避免就有些地方 这就是真的是商量的 来 财富才能再次创造 对吧 这个还是有机会 这中美就 刚才说是软硬间 这么竞争的话 思想这么竞争 财富就爆炸的可能 爆炸了之后 我们就不要斗了 80亿 说明这个新军 要是可以生活800亿人 对吧 我们没有必要 我们就好好的 就是跟做就行了 因为到处都能够创造财富 当然我们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怎么是这个意思 财富在竞争中 更加均衡 更加多创造 然后可能也有一些伤亡 这些方面都是 我们只能压制伤亡 好 这个频道我们就聊到这 这就是这个频道 这就是这个频道